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曹杰 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东北部的海边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水中摄影里面一个很好的小工具 水中可调式浅水滤镜 尤其是大家在拍摄水中广角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 你拍摄的画面就会常常像这样子 蒙蒙的 严重色偏 没有颜色 没有对比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找不出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拍摄出来的水中画面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都知道光线的三元素 红 蓝 绿 那么大部分学过浅水的人都知道 教练都有教 光线它进入水中之后 尤其是红色素 会在五五米的时候就被吸收掉 那在随着深度的越来越加深的改变 红色素 还有其他的色素 会被吸收的更多 所以 藉由这个道理 你浅的更多的时候 你的色彩被吸收的更多 所以你拍出来的画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蒙蒙的 没有色彩 而且还有严重的色偏 没有对比 如果你是使用GoPro来拍摄 前面它会附有给你一个红色的滤镜 你把它套在镜头前面 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比较正常 它的原因也是把失去的红色素把它补足 随着深度的改变 更多的红色素会被吸收掉 如果只是用GoPro前面那块固定的红色滤镜 随着深度的改变 它的红色素会显得有时候太多 有时候又不够 所以拍出来的颜色会呼红 有时候又太蓝 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里 那我现在手中拿到的是 有一个厂商叫做STC 他们生产的红色滤镜 那么它的前面有一个可以转动的转环 可以依照不同的深度 来补足你所需要的红色素 那么在拍摄起来的效果就会很明显 依照不同的深度 在拍摄的时候 你只要转动一下看到你喜欢的 然后觉得OK的就按下去 事实上真的是蛮快速的 它而且是可以调整式的 所以在水中拍摄的时候 它会变得比较灵活 而且灵活度很高 相较于之前只是单色片的 就变得有时候太红 有时候又太蓝 所以这个是有点头痛 那像它这一种我个人就觉得是蛮不错的方式 以下拍摄的画面 都是一刀未剪的影片 拍摄也很简单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不管你是用TG系列或是其他的相机 我们假设用全自动 水下白平衡也调整为水下白平衡 依照不同的深度 看到你喜欢的画面 转动前面的转环 让色彩回复自然的状况下 马上就可以拍摄 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快速 我们就来多看几个实际拍摄的例子 我们就来多看几个实际拍摄的例子 这家STC厂商 它是我们台湾的公司 所以品质上还算不错 而且有问题 也找得到公司的售后服务 那么他们出产的水中滤镜 有两个款式 一个是Aqua Rose 一个是Aqua Red 那么个人的使用心得 Aqua Rose Rose大概就够了 那么如果你用Red的话 它的红色素会添加太多 那可能会不小心拍出来的影片会全部都太红 所以个人比较建议用Rose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水中滤镜的话 市面上还有另外一个厂牌 我现在手中的是另一个日本厂牌 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用 那这个是STC台湾的 那么我这两个都使用过 这个是另一个厂牌 它一样是可以旋转式的 可以旋转式 依照不同的深度可以快速旋转 但是它因为它是两片式的复合式的 好 转开 两片都复合式的 那可是 我个人使用这个厂牌的时候 结果第一次使用下海之后 就把前面的这一片 因为你在海底的时候 你因为不同的颜色 你可能需要去把它转动 结果就在海底的时候转转转 整个就把它转掉了 第一次使用整个前面的镜面就掉了 所以后来这一个 我就从来就再也不敢使用 那么 另外STC的这一个的话 它一样是两片式的 但是前面的话 不太容易掉下来 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掉过 那么再来的话 它就算你不小心前面的部分 把它掉在海底 你去跟他们公司 他们公司也有卖 只有前面的 所以而且是台湾的公司 台湾的精品 所以相较起来的话 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蛮窩心的 就算你只有不小心把前面掉了 一样还是可以用 各位好友 如果你想拍摄水中的广角画面 在自然光之下又无法打灯 这样子的一个可调式潜水滤镜 是我们的好朋友 请你不要吝啬投资一个这样子的滤镜 以上是我小小的心得分享 另外我们拍摄的水中影片 由国外一家影像公司 帮我们发行的水中海底影片 除了DVD之外 也有高画质的4K VOD 配合专人制作配乐 缓慢的音乐 加上海中青楼的画面 有很好的抒压疗愈效果 适合医院瑜伽 抒压会馆 连续播放画面 各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随时会更新 更多水中影像的东西 小工具 或是美美的水中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